英國的國家廣播公司VBC 他拍了一個紀錄片 極動星球 許多朋友可能有看過這個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主要在介紹的就是 整個地球上面的生態的改變 可是呢 你想想看 紀錄片的要拍攝 當然就是要用真實的場景 真實的動物 真實的背景跟影像 才能夠完整真實的呈現這個地球 可是呢 最後被人家給踢爆了 踢爆的點在哪裡呢 踢爆的點在於說 這些動物不是真實的影像 不是真實的場景 有些是在虛擬的場景裡面 拍出來的動物場景 你有沒有覺得整個紀錄片 你好像被欺騙了 是 立剛 其實這冰動星球這個紀錄片 剛出來的時候真的是轟動 造成一股轟動 為什麼 因為裡頭它有拍企鵝 北極熊 射牛 都是這些極地的動物 那第一個 大家想到 你要去極地拍到這種東西 已經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 對 你還拍到那麼珍貴的鏡頭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你看 大家隨便想也知道 那個人力物力不知道要花多少 然後拍出來又非常讓人感動 你看像北極熊小孩子多麼可愛 對呀 然後在媽媽的懷抱裡頭 那真的感動非常非常多的人 要等待多少多少的時間 才能夠拍得出這樣的影像 對 本來在我們一般人的想法裡頭 這一定是這些動物學家 或是這些攝影工作者 長時間 對 不知道花多少年的時間 慢慢在等待這個機會 想辦法去跟他們接近 到最後才終於獵取到這麼珍貴的畫面 結果現在我們居然 他們自己的攝影師出來爆料 因為他在出一本新書有講說 其實裡頭很多的場景 根本就是他們做出來的 等一下 你這兩隻小北極熊可愛的在這窩裡面睡覺的場景 這樣的場景怎麼可能是做出來的 這一定是用那種小的那種微攝影機去偷拍出來的 是啊 我們都以為是這樣子 北極熊在這瓶洞裡面睡覺的場景 不是也是一樣嗎 一定是經過很長的時間 一年半載才拍得出來 對 我們就覺得這應該是特別跑到北極去 看到 找到北極熊的巢穴去把它拍出來 那你為什麼說是踢爆呢 說是它不是真的場景 不好意思 因為這是他們攝影師自己講的 什麼 攝影師踢爆啦 對 那你將讓我們心裡多難過 是啊 你知道 他們是怎麼拍出來的嗎 立哥 怎麼拍的 我跟你講 我解釋給你可以嗎 像我們看到 剛看到那個巢穴裡頭 那個不是真的在北極的一個 北極熊的洞 等一下 怎麼可能 那一定在北極熊的洞裡面拍的吧 不好意思 那是一個書房 書房 是啊 你說的沒說錯吧 書房裡面怎麼會拍出來 北極熊 理由非常簡單 北極熊又不會住在書房裡面 他們把北極熊引到那個 這個書房裡頭 然後在裡頭堆了很多血 然後其他的東西用石膏啊 用木板啊 把它搭建起來 你的意思是說整個場景全都是假的 完全是模擬出來的 是 根本就不是真的 沒有真的場景 沒有真的場景 我們兩隻北極熊 可愛的小比極熊 不是睡在真的雪地裡面 不是 是睡在書房裡面 是 你旁邊擺了一堆假的冰 結果不是真正的外面的冰 根本都不是 那完全是模擬出來的一個場景 他有些地方還用了一些特效 為什麼北極熊這麼過分要欺騙我們的感情呢 其實我說真的 他真的不是單純為了欺騙你 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你意思是說他不只是欺騙 還有別的欺騙 不是 因為你要實際上到野地去 你真的拍得到那種場景嗎 大家知道 第一個 北極熊是非常凶悍的動物 你要進到他的巢穴 你會去拍他的小孩子 你瘋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那你真的就是真的 獲得一大堆虎子 你大概被他打得滿頭包吧 你怎麼可能進得去 有拍到這種照片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就不可能拍到這樣的場景了 所以就因為這樣 他們不得不這樣做 那其實他會告訴你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看到 比如說在草原上 比如說有老鼠或貓幼 這些東西 就是穿插出來的畫面 就像這樣子 你看 對 其他都是一個一個 慢慢設計出來的 我這個北極熊在這裡面 我也是你看 其實你看嘛 你看這邊其實就非常明顯 在北極的巢穴頭 怎麼可能會有這麼 四方形的這種東西出來呢 對不對 對 怎麼可能會這樣放的 不可能嘛 這一定是人造的 北極熊挖不出這樣的 難道會挖出一個 四四方方的東西出來嗎 他可能有鏟子啊 對啊 他又沒有工具 他怎麼可能弄出來這些東西呢 這兩隻小北極熊在睡覺的地方 居然有兩個人躲在裡面 其實他們都找了 這是設定好的東西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你不可能在草原上 你隨便你要去拍一隻老鼠 你就直接過去拿攝影 去盯著他拍 這樣拍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你這樣子動物會被你嚇到啊 你怎麼可能拍得到 那動物看到你這樣子 第一個他會害怕 會逃 對 他會逃 第二個他就算逃不掉 被你拍 攻擊你 他會非常緊張 他要嘛攻擊你 要嘛你會嚇到鼻鼻窗 對不對 那這樣子你拍出來 你根本拍不到你要的畫面嘛 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沒有辦法 他們只好先把他這些東西引到 比如說像書房啊 或是一些動物園啊 或是一些特殊的場景 你慢慢讓他住下來之後 慢慢讓他安心 安心之後他會恢復他正常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再用旁邊的監視器 慢慢去把他拍下來 這樣才有可能拍到 他們真實活動的狀況 那所以BBC 你說他真的故意騙人嗎 其實不是哦 根據他們的製作人大衛愛登堡說 其實他們在網站上都有詳細的說明 這些影片到底是怎麼樣拍出來 其實他都有講 可是問題是呢 你在網上來講 可是還是欺騙了我啊 你講個漏漏洞誰去看啊 我們大家都看影片啊 誰去看你網站你都講什麼 結果你沒想要拍出來 這麼可愛的北極熊 居然是用布景拍出來的 對啊 那個看了也是 你知道當時那個北極熊 還掉眼淚 看了多少人都心碎 你知道 就是太感人了 結果他現在 哇 假 真的是被潑了一頭大人水 這樣我演眼淚都假的嗎 難不成連小北極熊 他流的眼淚也是假的 對 所以 大會埃登堡說 他們唯一犯的錯誤就是 他們應該要在影片後面 直接的告訴你了 我就是模擬出來的東西 而不是在網站上去說明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也知道這個錯誤 他們以後也跟著改進 那說真的 我覺得這種模擬性的畫面 尤其你又號稱你是紀錄片的時候 你真的要把你所有的拍攝過程 詳細的跟社會大眾說清楚 不然的話你欺騙我們有沒有感情 像我們覺得自己好像傻瓜一樣 在那邊白流了半點眼淚 結果根本模擬出來 那你跟我看卡通片算了吧 那個紀錄片居然是用模擬出來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聽到會覺得很傷心呢 我們一般看到紀錄片 就覺得他是花了非常長的時間拍攝 可是結果居然北極熊 是在那書房裡面拍出來的北極熊 這種感覺讓人家覺得 你BBC真的是在騙人 但說到騙人 有一個插飛天裡面 有許多人正在默默的喝著咖啡 結果突然之間 有一個女生把一個男的舉起來了 大家都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女生為什麼力大無比呢 這個女生為什麼隨便輕而易舉 就可以把那麼重的男生給舉上來呢 舉到頭頂上 你不覺得這樣的場景 除非這個女生真的是舉重選手 對 你剛剛我跟你講 而且不是直接把你舉起來 不是直接舉 真實案例在美國 竟然可以向隔空取物 你說隔空抓藥一樣 對 但是她的隔空 不可能 舉物啊 這只有電影場景中才有的 嗯 我跟你講 在美國的一個咖啡廳裡面 你如果不相信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 這女孩啊 她不是神力 她可以突然把東西給舉起來了 等一下 你意思說就是像這個女的 你看她現在手一揮 對 手的力量過去 能量讓這個男的整個浮起來 我告訴你 她離桌子還有一段距離 好 你現在看到的是這個畫面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男的進來以後 點了一杯咖啡 你知道嗎 不小心把人家的咖啡弄倒了 把這個女生的咖啡弄倒了 弄倒了之後 還弄到她的notebook 你看 好啦 氣死我了 你這個男生怎麼那麼貌似 我跑來解釋 你不要解釋了 所有的店員客人氣死了 也看著她說怎麼搞的 不會吧 再少 再讓你釘在牆壁上 你這個場景 像神力女超人一樣 你看 神力女超人一個能量出去 啪一個人就被抬起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真實故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客人剛進來 他總不會在身上掉了鋼絲 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有個神力女超人喔 神力女超人對不對 他力大無窮 你看 旁邊的客人全部都嚇跑了 有沒有注意到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桌子本來是合在一起的 一下子全部都張開了 你看 姑娘她在回去看她的 拯救她的電腦 你看她 難道這些桌子 這些椅子 後面都掉了鋼索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真實有這樣的女生 真實有這樣的能量出現 神力女超人出現了 其實我 在真實社會當中了 沒錯... 這種有點像什麼 像中國很多特異功能的人士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其中的女主角 她自己也嚇到了 對 你看她的表情 非常的驚訝 非常的奇怪 怎麼會這樣 怎麼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我怎麼可能這麼厲害呢 我是神力女超人嗎 那不可能的事 為什麼 因為很多超人 很多具有特異功能的人 他們有時候會不知輕重 根本不曉得自己下手的輕跟重 好啦 鋼剛扯了半天 很多人都已經在想了 鋼哥 你不要再扯了 等一下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是真的假的 我告訴你 你就告訴我們吧 我就告訴你好了 我終於要解開謎底了 這是一個網路上現在後起之秀 它迅速崛起 它叫一個什麼 叫Carrie 家裡工作室他們的傑作 等一下 你的意思說 這個影片是假的 對 這個影片的名稱叫做 Telekinetic Coffee Shop Surprise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嗎 心靈的力量造成的咖啡聽驚喜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可以再把你舉起來 再把你舉起來 好 他們承認 他們是用精心設計的特技 然後利用網路的特效 他們其實是要推廣這支廣告片 他們使用的是隱藏攝影機 然後清楚捕捉了什麼 所有在門外進來的顧客的 臉部表情 但你注意剛剛那些東西 還用遙控器 還用你許多機械裝備來輔助 所以整件事情其實是有人 刻意做出來的一個戲劇效果 我們在台灣常常看到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 非常無厘頭的畫面對不對 那些製作的成本 遠遠不能跟它相比 因為它們成本非常高 就像你現在桌子 突然要移開對不對 它用什麼方式移開 剛剛你看到書架上的書 一本一本要掉下來 請問那要花多少的功夫 跟機關 跟人力 跟布置的時間 你就可以曉得說 現在像這樣子 你看得有點無厘頭對不對 也許一開始會被它嚇到 但注意這個不是動畫 這個如果是動畫的話 你也許會想說 用動畫製作的話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然而他們經過多少次的排練 連進來的客人一次又一次 連書都掉下來 連書都掉出來了 你要曉得 除了最靠近這個女主角 這些人是演員之外 外圍的人都不是演員 都是真真正正的customer 你注意 你看 那個男的為什麼上去 你看到沒有 原來後面有一個鋼索拉著它 而且有個重力 還有一個升降機 把它拉上去 OK 大家就看到排練的過程了 這個機關重重 哇 你覺得你看到的是一個 非常搞笑 滑稽 有點讓你驚訝 但是又驚喜的影片 可是它的後製 它的幕後製作 是花了多少星期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完全有許多的科技化的東西在裡面 你看到 男主角的背後 有一個鋼索拉在這邊 對 而且鋼索能夠讓它快速推後 快速推後 頂到牆壁 之後快速的往上升 沒錯 椅子的話 原來這些椅子腳跟桌子底下 都有機關 原來都是電動 用遙控的方式來觸控它的 可是我們剛剛明明在電影的畫面裡面 沒有看到這些鋼索 鋼索的痕跡對不對 對啊 完全沒有這些影像的 那些細節都沒有看到 好 立剛 那我就可以告訴你了 家裡工作室 連障眼法都想到了 什麼叫障眼法 你想想看 這男的才剛走進來 他怎麼可能扣上 他怎麼扣得上對不對 而且是什麼 為什麼有很多客人剛進來對不對 這個男的走進來 然後他要買一杯咖啡 鋪倒了人家的咖啡 你在這個時間裡面 有真的進來的一些不知情的人啊 他們 你怎樣避過他們 所以你的意思說 只有前面是真的演員 後面是真實的觀眾 所以觀眾看到的整個場景是 完全沒有剪接過 完全沒有剪接過 還是回到那一句 那個叫障眼法 它扣上那個鋼环的速度跟畫面 讓你根本看不見 即便是最接近女主角的客人 都不會發現 所以在那邊的客人 完全不知情這個場景 居然是一個電影演出來的場景 好 費了那麼多功夫 他的結論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2400萬人在YouTube上面演員 對